仅仅只用两到五万块钱 干以下这三个PM暴利赚钱的行业 年收入最低的话达到十几万 高达二三十万 好好干的情况下 年收入我一百多万是不成问题的 而这三个PM暴利赚钱的行业呢 都是非常适合咱们农民朋友去干的 如果屏幕前的朋友您呢 能够看懂以上这三个赚钱的行业 我觉得在2023年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赚钱的机会 好好的把它给抓住了 大家好 这里是三栋雷克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 这三个暴利赚钱的行业 到底是干嘛的呢 我今天把方法彻底的告诉 咱们呢废话不多说 先看第一个赚钱的行业 通过这个视频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丢弃在这个地面上的衣服 说白了就是回收旧衣服 凡是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们都非常清楚 旧衣服回收经常在我视频里边也是和大家分享的 为什么在2023年再次给大家分享 因为回收旧衣服 它是一个长期可以干的 而且利润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一个赚钱的行业 作为一份回收呢 在我以前和大家分享的时候 很多粉丝朋友留下来的一些留言 大多都是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不知道如何做 不知道收什么样的衣服 收了卖给谁 还有一点就是 收了这个旧衣服 它的市场到底是在哪里 那我现在马上给大家分享 旧衣服回收这块呢 可以说想让它的利润高 大多收的就是这个夏天的衣服 夏天的衣服 秋衣 啊 毯子 还有T恤 啊 包括一些一些那个 呃 我们那个裤子啊 还有就是 呃 短袭 啊 这些都是 下装的衣服 还有包括那个女性的那个 啊 裙子啊 啊 等等一类的啊 这里的 为什么和大家分享这个 呃 夏季的服装呢 因为夏季的服装呢 可以说它能够出口 啊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这个旧衣服回收过来之后 大多都是出口了 啊 出口到这个 呃 贫穷的一些国家 啊 卖给他们 呃利润会更高一点 啊 这是一块 什么价倍呢 一般情况下啊 这个旧衣服 收购价格啊 基本上就是两毛钱 三毛钱啊 啊 三四毛钱左右啊 像一些比较那个脏一点的 那就价位比较低啊 但是不能脏得太厉害了 但是你必须得会能穿 那就可以了 相对来说 这个旧衣服啊 在咱们农村的市场也是特别的庞大啊 呃 提起这个城市的话呢 会更好一些啊 说白了 这个旧衣服啊 如果你那边消费水平 比较高 那你可以在城市里面来进行收 县城收购啊 市里面收购呢 会更好啊 很多一些消费高的一些人存 哎呀 今年穿了就扔掉了 怪挺可惜 你把它给回收过来啊 就可以了 还有一块呢 呃 谁在收购这个东西卖给谁 说实话 如果你想干这样的一个行业 你收回了业务 由地方存放啊 存放之后达到一定的素人了 比方说够一个衣 半挂车了 人家直接开车去拉货啊 拉你的货 而不是说你把这个货送到人家那个地方啊 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靠谱的 一般情况下这个旧衣服 他的这个价位哈 我只给大家报一个大概的一个价位 一般请问啊 是会是在三千到五千啊 甚至七千块钱一吨都会有的啊 具体的看见衣服的品质 还有一个生意 第二个生意呢 那就是回收啊 综合性的废品回油站 综合性的废品回油站啊 这个行业也是比较的脏 和旧衣服即便有些雷同 是不是朋友们啊 这个行业呢 相对来说啊 比较干起来比较简单 也不需要你多大的一个学历啊 基本上几千块钱啊 甚至到一两万两三万啊 两到五万块 基本上都可以干这样的一个行业 利润呢 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综合性的废品回油站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 包括在咱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废品 都就可以来进行收购 干好的情况下 年收入的最低的话 十几万高达二三十万 如果长期累月干的情况下 年收入上了一百万 是不是这个问题的 最低还得看你个人的一个能力 来进行决定的 是不是朋友们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个赚钱的行业 第三个赚钱的行业呢 那就是在咱们农村 有闲职的房子 都是可以来进行赚钱 那就是养植蟋蟋蟋蟋蟋养植这一块呢 目前前景也是非常广阔 需求量也特别的大 蟋蟋这一块呢 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中药材 中药材 它的药价值也是特别的高 也是特别的高 最后有什么效果 有什么作用 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形式 可以自行查询 我相信你能够更加记得住 是不是朋友们 养植蟋蟋呢 比方说你养成100多个平方 年收入怎么着 达到二三十万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你的面积养个200到400个平方 甚至500个平方 年收入上个100多万是不成问题的 因为养殖蟹蟹 它也是来件比较快的 一个多月基本就可以卖一批 一年可最低的话 养这个6批高达10批是不成问题 年收入反正是也是比较的乐观 是不是朋友们 以上呢就是简单的给大家所分享的 在2023年也就是说用个两到五万块钱 可以干以下这三个赚钱行业 好好干的情况下 年收入100多万是不成问题的 方法呢已经刚刚告诉给大家了 怎么做如何做 还算告诉你了 成本也得非常低 利用也是非常高 作为评不成的朋友 您呢你觉得以上这三个赚钱的行业 觉得怎么样 或者是你对以上这三个行业 有没有想发表自己观点 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给我点个免费关注 还是要了解更多的农业方面知识 请看我其他的视频 下个视频咱们更加精彩 下期不讲不散 拜拜